全世界最完美的宝石价格是多少呢? 马克,Bekko一直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最珍贵的珠宝 在2016年的巴塞尔,你们带来了怎样的展示作品呢? 在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上,我们带来了最美的系列 这些是我们今天想要向你们展示的系列 带来的是一颗40克拉的绝美蓝宝石 来自莫沃尔时代系列 设计十分精美,周围环绕着一圈蓝宝石 中间部分是有一颗独特的16克拉梨状天然红宝石 精美的梨状天然红宝石的平定是看尺寸、纯净度、色泽饱满程度 这是非常少见的宝石,非常的真实 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在它周围都是钻石 它配得上这样的边饰 紧挨着它的是来自于缅甸的天然蓝宝石 造型类似于枕头 缅甸蓝宝石是更高级的宝石 它比斯里兰卡和马达加斯加宝石更加稀有 这也是为什么缅甸蓝宝石价格更高的原因 这一套是来自于莫沃尔王朝时代的绿宝石雕刻件 每一个绿宝石雕刻件都是来自于莫沃尔时代独一无二的作品 我们在设计上用永恒的钻石来突出现代感 让这件作品既拥有年代感又不失现代感 好的,而设计出这些独特作品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因为这些设计都是围绕在宝石周围的 就像裁缝为客户量身定做一样 我们同样以这种方式进行设计 而宝石就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说每一个修饰作品 都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呈现出宝石本身的美 你们的作品呈现出了高级和优雅 为什么你们选择了这个方向 而不是新颖的现代化趋势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经典的设计永远不会被时尚淘汰 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5年前被认定为经典的设计 到今天依旧可以吸引目光 而新的趋势可能只会在未来几年中流行 之后就会过时了 而当你设计的是珍贵的宝石 人们购买后会佩戴一身 甚至会传给下一代 那么他们看中的是传统和经典的设计 是的 在三年前 你在展会中展出了王室祖母绿宝石 你们是如何发现这样令人惊叹的宝石的呢? 重点就是我是我们公司第三代从事这个工作的人 在这一领域重要的是你的名字和声誉 我非常地感谢我的祖父父亲和我的叔叔 和所有在我之前工作过的人 他们的声誉是无可挑剔的 他们在这个行业已经闯出了名声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中出现新颖的特别的宝石 通常我们都是第一个拿到报价的人 要知道这是很有利的 但是这也需要足够的金融支持 去进行快速的收购 不去给其他公司机会 好的 你们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你们是如何给每一件不同的作品定价的呢? 就像你知道的 定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每种宝石都有自己的市场价格 如果宝石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话 也就是说 你再也无法找出类似的宝石的情况之下 价格就取决于购买者想要支付怎样的价格 以及拥有者同意出售的价格 就这么简单 让我们回到王室祖母绿宝石 在收购它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从你们作为一个收购者到提供给消费者 这其中经历了哪些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是一个家族性的生意 现在 我和我的哥哥 父亲 我的叔叔 所有涉及到宝石的处理 我们全程参与 到购买 切割 设计 这是一个团队性的成果 通常来说 当我们在购买重要的宝石的时候 会进行多次的协商 需要很多的耐心 如果走运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独一无二的珍宝了 马克 你们寻找宝石和接下来进行修饰设计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呢? 关于寻找宝石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永远只能是惊喜 有时候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找到你想要购买的 最后发现并不理想 有时候你一个星期内可能会买到一打宝石 但是当我们找到宝石以后 立即需要进行切割和决定下一步如何设计 有时候立马会想出设计方案 有时候很快可以开始切割 而有的时候在开始制造前 需要一年的时间去思考如何设计和搭配怎样的珠宝 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的宝石让你们不想进行出售呢? 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让我们不想进行出售的宝石是王室祖母绿宝石 因为它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 很多实验室已经证实了它的反常性 是不应该出现的 但它确实存在 我们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我们家族已经为它追逐了接近40年的时间 它是祖父留下的遗产 我们将会永远保存这个宝贝 如果你们决定将这件宝贝进行出售 重量和市场价值是多少呢? 宝石的重量是260克拉 而由于你无法找出任何一个哪怕是接近的商品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价值参考 这是一个无价的宝贝 好的 马克 感谢你的参与 谢谢